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在2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太郁等人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日方没有派出政府代表团的打算 另外有报道称日本运动员代表团将按计划参赛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欢迎日方有关人士前来参加北京冬奥会 希望并敦促日方将中日相互支持对方办奥的承诺落在实处 中方欢迎日本奥委会等有关人士及日本运动员来华 参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关注日本政府有关表态 希望并敦促日方将中日相互支持对方办奥运会 和体育非政治化的承诺落在实处 中方有信心从各方一道 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向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感谢观看